你 白色就更适了你 我也觉得 不过我男朋友更喜欢看我穿红色 直男审美 人又不太当着买自己喜欢的呀 男人就是这样 陪女朋友逛街就要上行程 不过不出现就没有发言权 我男朋友也喜欢陪我的 他一会儿就来 男人啊 说变就变 刚开始表现得对你一切都感兴趣 到手之后就开始慢慢敷衍 我闺蜜的男人就是 追她的时候兴趣还好景致一模一样 就像天造地设的一对 结果怎么样 还不如出轨了 听说还出轨一个又老又丑的女生 就想吃晚饭 不过没有关系 我闺蜜有更好的追求者 不仅更帅更有钱还更浪漫 学长 我 你怎么在这儿啊 林浩 你来了 我在这儿呢 你就是这狐狸精果然是又老又丑啊 你靠我说 韩爽 你说话不要那么难听 再难听也好过你干那些恶心事 韩爽算了 我们走 凭什么走啊 算了 什么算了 你能不能别在这儿装好人 我装好人 不是吗 一副委屈样子指控我 可你又好到哪里去 你跟那个许陈毅早就搞得不清不楚了对不对 我跟他只是上司还有下属的关系 清清白白 清清白白 那他怎么会为你 闭嘴 你要敢说出什么忽误夏爷的话 我弄死你 之前我实在是蠢 还怀疑自己是不是做错了 现在我全明白了 你不是跟你爸承认 你早就爱上许陈毅了吗 和我分手你求之不得吧 你根本看不上我这个穷小子要去攀高知了 夏爷你等着 总有一天 我会让你观目相看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